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诗 词 负 这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的门类 那么视觉艺术的表达怎么样更加具有我们民族的特性 更加具有我们自身文化的内涵 其实就是私性的表达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渠道 很多评论认为李磊的艺术是具有私性的艺术 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 从我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 我觉得它有几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它是有一个比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是我画一个图像 做一个色彩 一个动态 一个节奏 就是指向的某一个情绪 某一个观念它有一种关联性 它是一种比赋的关系 第二个就是它的节奏 音乐性 这是诗词当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 比赋在一定的节奏当中 它才出现它的美感 艺术创作就把这样的一种意韵节奏 融汇到我的视觉表达当中 这种视觉表达它具有某一种的音乐性 把文学性和音乐性 这个融入到我的视觉表达之中 形成了我的一个私性的视觉表达 不断地回望中国文化传统 甚至是去寻求一种诗意的表达 其实是在学习一种古人或传统的中国人的一种方法论 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 不仅仅是一种就是学习 而是一种滋润或者叫净润 从改革开放 这个初期因为长期的这个闭设之后 是一种渴望 那么就大量的吸收西方的文化 这个科技文化 那么这个在社会进步的过程当中 人的历生之本在什么地方 那你的这个精神之根在什么地方 我们就有这样的需求 我们要探索 要去寻 我们要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当中 寻找到很多我们根性的东西 很多滋养就是滋润的东西 他接触了一些诗词以后 他会知道 我们的就我们表达 生命的表达可以这么的丰富 你看北方的南方的 还有各朝各代的 他对诗歌的这一种 他的风格是非常有自己的特色的 那您又在北方成长 然后又到南方打拼 那您最爱的这种诗意是什么样的 我个人是比较 就是倾向于有浪漫主义倾向的 这样的一种诗 跟我那个 儿时的这种 际遇也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虽然出生在上海 但是我出生不久 就随父母就到了西北 在甘肃和青海生活了13年 我的童年我就记得 我这个小时候 我妈妈会带着我到路边 到那田耿边 到山上去采中药 我妈妈是医生 那时候就认识了蒲公英 认识了车前子 认识什么那个甘草 大家要挖地 挖地的时候走来后面有一条甘草 然后蒲公英 我们都知道就蒲公英 吹那个花它会飞 实际上它还有 蒲公英它那个叶子 把它这个这个撕开以后呢 它里面也是像牛奶一样 甜甜会苦 这都都是很细节的 这些这些都依然很生动 是的 非常的生动 你想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 这样的一种关系 很多城里的孩子 它是没有经历的 童年的时候是没有忌讳的 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会到河边去坐蛤蟆 会到农田里面去 偷人家农民的麦子 麦子快熟的时候 我们一帮小孩回来偷偷地跑到 那些人家农民 抓点麦子跑 跑了以后 回去就戳开以后 就去吃那个麦子 你想那时候 就是那样的一种 那种感觉 就是特别的舒展 童年给予我们的生命的底色 积极的 我们叫积极正能量 是吧 都是一个很积极的 一个生命状态 也就是说在 在各种 那个艰难困苦也好 或者是这个 幸福和快乐也好 在这样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以一种 什么样的心态和情绪 来面对这样的一些 各种各样的生命的际遇 这个是童年的时候 会给我们很大的影响 那当代艺术 其实很多时候 是关乎个人的表达嘛 但是您作为美术馆的工长 这么多年 其实公共性 是您摆在前面的 这个抽象艺术 也是有社会性的 还做一些社会性的这个作品 所谓社会性作品 两年前呢 我们一个策展人 他呢就是 组织了一个 对于这个关爱 关爱龙儿的一个活动 这样的孩子 怎么样就是把美传给他们 所以呢就是我们当时 做了一个作品 一组作品叫 看得见的声音 做了一个装置呢 就是做了很多的架子 用了很多的丝带 让这些孩子们呢 就是把这些彩色的丝带 按照自己的 这个喜欢的方式 喜欢的颜色 配起来把它挂到丝带上 然后挂在这个架子上 然后最后呢 把这个架子竖起来 随风这样的飘 那么我们这个叫看得见的声音 对啊 虽然他们听不见 但是呢 他们通过这个色彩 他去感受那种可能 就我们叫通感吧 我们通过色彩的这种关系 让他们去体验 那么其实也是帮助孩子 打开 打开他的感知的那种系统 让他们在某一些器官 在不能使用的情况下呢 不要闭设自己的心灵 让他们的心灵 依然是开放的 就这样的一个意愿 那从这个油画 到这个雕塑 到瓷器 再到这个水墨 这样不同的这种 材质的延展和尝试 这个每一个节点上 是来源于一些外力的推动 还更多的是 你自己内在的一种需求 我自己内在的需求 当然就是外面 外力也会给我一些契机 我的抽象化 基本上都是用那个丙烯在做 我选择丙烯的原因呢 是就是丙烯呢 它既有这种油 油画的那种可塑造性 同时呢 它又是因为是水溶性了 水溶性以后呢 它有比较强的流动性 因为在我的作品当中 我的理念 它是需要有一种 就是自然的流淌 流动当中所生发出的 一些色彩的融合 这样的一种图像 和色彩形成的方式 是适合于我的 我想表达的东西 那么后来呢 就是我做雕塑 它形态是写实的 但是呢 我表现的内容呢 其实跟我这个抽象艺术 要表达的这个 大的方向是一致的 我把很多的视觉要素 和文化要素 把它合在一起 形成一种新的 这个比较庞杂的 庞大的那种视觉 视觉载体 所以呢 我当时呢 做了两组大的雕塑作品 一组呢 叫天使的 被覆的天使 被绑住 被束缚的 被绑住的天使 还有一种呢 是叫天使的墓园 就是死去的一些天使 这个在我做的这个作品当中 主要是 在视觉上是用了一些服装模型 把这些服装模型呢 就是捆绑起来 然后呢 有一些废弃的垃圾 酒瓶子啊 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消费品 这些消费品和那个 这个所谓天使的这个 人体捆绑在一起 那么在这个旁边呢 有很多恐龙 动物 它出现在这里面 那么好像是 这些恐龙都穿越了时空来 来看这样的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当中的人 他们的那种那种状态 那种被物欲所捆绑着的生命 其实我这个作品是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性 也就是当我们这个世界 当我们的身体 灵魂和身体被物欲所捆绑之后 我们的自由在哪里 其实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 反而是这个很多就是 已经灭绝的这样的一些生命 似乎他们这个 穿越了时空来 来和我们来进行观察 这是一种玄幻 其实它是一种玄幻中的 一种社会批判 第一年我主要做了这个诗词 我不愿意叫词气 我也不愿意叫词意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词实际上是一首一首诗 这个打引号的诗 它是一种情感和一种表达 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社会的关系 就探讨这样的一些问题 所以就是说 我的词我会 我有的会单个呈现 有的会一组一组呈现 这些就是很复杂的 一种观照 这种观照会折射在你的心理当中 我做水墨呢 其实我也是实验性的 我的水墨呢 怎么样跟历史打通 就是跟我们传统的水墨打通 同时呢 又跟我所探索的未来能够打通 这就是我在做的一些事情 不管是水墨还是雕塑 还是您的这个油画 都是您对生命的一种追问 就是我的艺术是一个不断追问的过程 然后呢 又是一个不断的自我自说自画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的艺术不是为了做一件作品 不是为了画一张画 或者是做一个雕塑 这个不是我的目的 我做这些都是一种手段 通过这样的一些作品 我去追问生命 追问这个历史 这医生处在一种不断追问的过程当中 就不会有倦怠气吗 追问的过程当中 它就是在不断的有答案 不断的有答案 你就有不断的充实 你不断的有饱满感 是吧 它这是一个过程 如果人生 如果人生它没有追问的话 其实它就会停滞 甚至倒退 这种都甚至萎缩 就是这种不断的追问 恰恰是人的这种生命力 如果你的一个状态 始终是在一个不满足 不满意 不断的有问题 不断的要追求的时候 其实你是不断的在往前走 那这个你想 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 其实是一个很饱和的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 我们要作为一个艺术家也好 作为观众也好 怎么样 就是保有一种开放的心态 保有一种 对于未知去探索的心态 尤其是你看抽象画 抽象画 千万不要说我看不懂 人的生命被自己所束缚了 很多人是说 哎呀 我就不接触了 因为我看不懂 因为我不习惯 因为这样 其实你拒绝了很多可能性 我很关心您当下 您现阶段 您的最大 最迫切的一个追问是什么 我呢最近在做两个事情 一个呢是结合着我明年年初 在上海静安雕塑公园 艺术中心有一个展览 这个展览呢 目前设定的主题叫 墨上花开 墨上花开 墨上花开是 是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说这个 那个唐朝末年 那个在这个浙江前唐 这地方呢有一个前王 前王他是一个诸侯 因为那时候很乱嘛 进入到五代的 十国的那时候 就是唐朝末年都很动乱 这个但是那个前王呢 在那个那边保镜安民 很勤勉 那么他们在这个 办公之余啊 就是看到那个外面的 那个田野上的花开了 他就正好他的太太 去回家省亲去了 看看父母去了 他呢就给老婆写了封信 叫墨上花开 可缓缓归翼 就是 就是人的一个 就是那种情愫啊 对自己这个爱人的 这个 这样的一种 情感 就表达的也很 很简约 也非常的有诗意 墨上花开 可缓缓归翼 那么 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他就是 又揭示了后面有很多的 个人的情操 他 延伸出一种 加风 就是整个展览就谈的是一个 社会关系 谈的是家 就是个体和 和社会 个体和家庭 个体和社会 个体和一个 个体的社会关系 另外 另外呢 我在做另外一组 创作的名字叫 引力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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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谈的是一个 一个 一个 宇宙的问题 这种引力波 其实 嗯 啊 就是这个 这个宇宙之间的 这种大的规律 一个具体的生命的存在 确实是很渺小 但是 但是当你发现 它内在的 规律的时候 其实你的这个生命 又是和整个宇宙 是融为一体的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些呢 都是我们要去探索的东西 那这是我现在 在做的另外一块工作 好 那么我画 我还是在画水墨 画的水墨呢 主要是 嗯 那也可以剧透一下 就是画的是叫 万物有灵 大概这个意思 画的万物有灵 我这个画万物有灵呢 也就是说 把很多 不是人的东西 把它 就是 就是赋予人 按你人化 我 我 我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宇宙很大 世界很大 我们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但是 我们又 又 又很重要 每一个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 是吧 但是 它是个辩证法 创作不重要 画画创作只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认识世界的方法 你就是需要通过之 不断地去打破 自己的这一种 对 对对对对 未知会变成长史 这样子 我们历史就是这样写过来的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又去寻找新的可能性 不断地探索 不断地探索 不仅仅是科学家要不断地探索 就是人文艺术 这个也要不断地探索 这是我们 就是生命和社会进步的这个基础 最基础的问题